有个很形象的比喻,经络四河流,穴位就是河流中的出水口,出水口疏通就能帮助疏通整个河流。 在中医说法中,穴位就是气血疏注于体表的特殊部位,虽然大家都明白穴位有用,但却不知该如何保健。 今天给大家介绍九个保健穴,相信遇到小毛病时它们还真有大帮助。 风池学行九一点通,风池最早建于灵书,热饼篇,风为阳邪,其性轻阳,头顶之上,为风可道。 风池学在念如后发际献者中,足少阳,阳为智慧,主众风偏枯,少阳头痛,乃风邪蓄积之所。 顾名风池它又称为热腐学,缩属经络为足少阳胆经,其学意识胆经气血在此吸热后化为阳热风气。 如果出现头痛,眼睛疲劳,颈部酸痛,落枕,失眠,宿醉,或是感冒,落枕,许马枕等等都可以试试这个穴位呢。 枕骨下,胸锁乳突肌与斜方肌上端之间的凹陷处,大致与耳垂齐平。 按摩方式,用两拇指指腹分别按住两侧风持穴,先点按两分钟,再向外按揉两分钟。 大致穴,万能养生大宝剑。 大致穴,传统中医称它为猪羊之慧,因为这个穴位在背部的最高点,背部本来就属羊。 所以大致穴堪称羊中之羊。 它又名燕望夺命所,是人体的十字路口,有着承上旗下的作用。 当大致穴淤堵时,会出现缺氧缺血的状态,从而引起头晕,头疼,失眠等症状。 同时会造成左右肩血脉不通,脑血栓,脑梗,肩周炎,手麻,肩部肌肉劳损。 后阵中线上,第七颈椎及突下凹陷处。 按摩方式,双手掌心搓热。 按在脖梗大椎穴的位置或洗澡时调高水温。 用热水连续冲大椎穴五到六分钟,大铸穴。 特效治疗骨关节炎。 大书穴出自皇帝内经灵书,刺节真邪。 属足太阳膀胱经,为都脉别落。 足太阳膀胱经,守太阳小肠经的交汇穴,又为八汇穴之骨汇穴。 作为骨汇的大书穴,在治疗骨关节炎及骨关节疾病方面有特效。 比如骨头疼痛,关节炎,风湿性关节炎。 肋风湿关节炎等等,都会败在大书穴的手上。 位于脊柱区,第一胸椎脊凸下,后正中线旁开1.5寸。 按摩方式,用拇指指腹按压大柱穴。 颈椎不好的人一般会有较明显的压痛。 逐渐用力伸按,保持10秒。 然后松开,一压一松为一个循环。 点按大柱穴5到10分钟。 风门穴,抵御一切外风疾病。 风门穴出自真酒家义精。 风炫头痛,鼻不利,食涕,轻涕自出。 风门主之风门穴,是足太阳膀胱筋与毒脉的交汇学。 是抵挡风邪的门户。 中医有风为百病之长的说法,风指的就是风邪。 外风清洗人体时,最为常见的表现就是突发性感冒。 并且伴有咳嗽,发热,头痛,后背和颈相不发紧等症状。 平日里经常按揉此穴,还能防止感冒发生。 位于第二胸椎脊凸下,旁开1.5寸处。 按摩方式,用拇指腹按在风门穴,然后深呼吸,在气质时,用力深按穴位,缓慢吐气。 保持6秒,然后松开,一压一松,唯一一个循环。 点按风门穴20-30次。 肾穴穴,腰背痛治药穴。 肾穴穴属足太阳膀胱筋,是肾气的传送,传输之地。 刺激按摩肾穴穴可壮阳气。 滋阴筋,具有沥水,消肿,开窍的功效。 日常生活中,许多人都有腰部酸痛的毛病。 通过按摩肾穴穴可以疏精通络。 消除腰肌疲劳,缓解腰肌症软与疼痛。 使腰部活动灵活,强健有力。 第二腰椎处,旁开1.5寸处。 按摩方式,双掌摩擦至热后,将掌心贴于肾穴穴。 如此反复3-5分钟,或者直接用手指按摩肾穴穴,至出现酸胀感,且腰部微微发热。 环中学,做骨神经痛可兴。 环中学,境外其学名,出自中国针灸学。 可治疗做骨神经痛,腰腿痛,腰骨细部痛或组织炎,臀部痛等。 环中学可疏精活络,组织做骨神经痛。 腰腿痛,腰骨细部痛或组织炎,臀部痛等。 环中位于臀部,在环跳与腰穴学连线终点。 挑立方法,刺织法,直刺2-3寸,局部酸麻。 放三只小腿及足部,爱注酒或温针酒5-15状,爱调90-30分钟。 三阴胶,女性专用保健学,关于女性妇科疾病的各类问题, 暖宫调筋,活血止痛等等,都可以用三阴胶进行理疗。 它似三条经络的交汇处,平时多揉按这个穴位。 准没错,小腿内侧,足内怀肩上3寸,颈骨内侧员后方。 按摩方式,盘腿端坐,用左手拇指按压右三一教学,点揉拍打3-5分钟。 每天2-3次,右手手法相同,足3厘,梳干健脾补肾。 这是一处保健药学,如玉腹部疾病,可配合大锥,气海等穴位。 更好的调动人体的阳气,如果调理脾胃,缓解干预带来的肠胃不适,此穴位也特别合适,不能站着取。 最好是坐着,曲脚90度,在外吸眼,凹陷处。 四个手指,下来就是足三里穴位。 位于膝盖外侧,眼下方10厘米,距禁骨前缘一横指。 按摩方式,一边吐息,一边拍打足三里穴。 左右个36次,每天重复三次。 永泉学,防寒强盛第一学。 皇帝内经中说,胜出于永泉,永泉者足心也意思是说, 圣经之气犹如源泉之水,来源于足下,永出灌溉周身四肢各处。 所以,永泉学在人体养生。 防病、治病、保健等各个方面具有重要作用。 作为元气之根,此穴位可调节气血睡眠。 强筋撞骨,促使手脚冰凉,下肢趴冷的症状康复。 在足前步凹陷处。 第二,三指指缝纹头端与足根连线的前三分之一处。 按摩方式,端坐于椅子上,先将右脚夹在左腿上。 以右手握着脚趾,再用左手掌摩擦右脚心的永泉学。 直至脚心发热,反之亦然。 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降压穴位。 泡脚也是很不错的选择。 祝您平安健康到永远。